一提起黑龙江 你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白山黑水 但是我要问你 在这黑水中的黑河室旁边有一个 一气大众的黑河室也长在哪 你们肯定连门都摸不清 其实这也无所谓 你们肯定会说 我买一台车 还要请对它怎么试验的吗 大家好 我是车三世老吴 相信你看完我们这期 零下三十度室外冰雪测试专辑 你们肯定会对一气大众ID系列的认知 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然后你们会惊呼 原来ID这么能打 上车 出发 在大东北上车第一件事是什么 对 空调加热到最大 什么腿部加热 手部加热 能有的全部给我安排上 这不叫排面 这叫保命 你知道吧 好 今天我们也不像往常一样 给大家边开边讲这车性能如何 配置如何 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体验 ID4Quality在雪地环境下的行驶能力 也有穿越云市民这样的环节 看看这车在跟靴子差不多高的雪地环境下 到底是power还是高歌猛进 重要的是要说三遍啊 一定是雪地台 雪地台 雪地台 有人看到ID4Quality这车机一定会吐槽啊 别怕 我跟你们一样的感受 因为最近开中国品牌性能力真的太多了 突然看到这种反普归正的设计 还是比较亲切的 对不起啊 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形容词了 但是我客观的讲 这在合作品牌序列里面 必定是80分的水准 所以你们就清楚其他几家 什么东营美利国浪漫之都的 有多么的垃圾了 普及一下啊 主流的热门空调使用的冷媒是弗里昂 但是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 容易结霜 还是要通过PDC炸热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一切大众IDQuerity家族 所搭载的热门空调 使用了全新的冷媒 也就是二氧化碳冷媒 能够应对更多的极端天气 即使温度达到零下35度 二氧化碳冷媒也不会结霜 热门空调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所以就不需要PDC加热了 IDQuerity在续航显示上面 有一点够比较好啊 就是它可以根据电池的核电状态 温度等信息合理预估电池的可用电量 甚至包括车主的驾驶习惯 以及选择的驾驶模式 还有空调等高压用电系统的使用情况 来适时反映用电器对续航里程的影响 一些开过其他品牌 新的冷媒体车的小伙伴可能会知道 很多电动器的底盘是非常松垮的 开的有种开玩具车的感觉 但是呢 一切大众IDQuerity则不同 这款车的底盘紧凑感很出色 悬挂的调校也兼顾了家用舒适性 以运动的属性 该越野体验路段 大多以险峻突破和厚重的积雪构成 上山道路接二连山的能偶遇各种 天然交叉走路段 非常考验一台车的通过性能 像我们这次在雪地里 无论是转向还是行驶过程中 IDQuerity方向感指向精准 起步驾驶很平稳 非常细利 没有推头不适感 这台深山脑林里 PowerCore不是什么好事 别看这拍起来像零海雪原 实际上有袍子有狐狸还有狼 我们还是开到这台IDQuerity赶快跑吧 接下来我们在冰上继续感受 IDQuerity的底盘魅力 我现在驾驶的这款IDQuerity 作为一款极具代表性的景色性 不仅整车设计极具动感 同时在操控层面表现 也体现了工程师造车多年的经验 而且刹车和电门踏板的调校 基本上很接近邮车的触感 踏实厚重 给人很好的信心 就算是你在学生里突然的刹车 也不会担心有失控的表现 这也许就是你们觉得 其他电车 以致比起来感觉特别轻飘的原因吧 实际的现场 我们来填一把IDQuerity底盘的实力 先把ESC激活 它主要对车辆的横向稳性进行控制 可帮助降低甩尾危险 和某些行驶状况下 通过对单个和多个车轮进行制动 来改善行驶的稳定性 让我们跑起来 加速 然后然后然后绕起来绕起来绕起来 这姿态就是这么漂亮 好了 今天的测试就到这里了 IDQuerity给我的感受 就是底盘特别的扎实 而且有劲 驾驶感远超其他油电或者电车 明天我们去冰上飘移 那是一种一箭到底的飘移 让你们爽得不要不要的那种 感谢观看